一会儿呢我要去一个特色小镇拍点视频 如果大家到西川版那来 我还是蛮推荐那个地方的 因为它是19年才差不多完工的 所以现在知道的人还不是特别多 去的人也不是很多 现在去的很多都是本地或周边的居民 但是里面都应有尽有了 酒店啊温泉啊吃的呀逛的呀 你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在那里 待个几天都是非常舒服的 其实我昨天已经去里面拍过了 但是还有一个温泉酒店我没有拍 所以我今天想再去一次 然后今天我是一个人去 所以我想给大家录一下 我自己一个人是怎么拍视频的 我打算穿这台小裙子 它的一个心机是露背的这个小心机 我现在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小角落 就是风险还挺不错的 然后又不容易被人看见 就可以在这尽情放肆自拍 就带着一个相机 这个三角架 我今天穿的是这个小白鞋 我觉得这个德逊鞋真的是太白淡了 它可以搭配任何的小裙子 然后走的也特别方便 我发现我走错了 反正想拍这个酒店的全景 然后就随便找了一栋楼 我走了上来 然后发现这里是两个死角 没有可以拍到这个全毛的地方 我应该去那边 我现在要下去 我本来是打算来这里跑一个温泉的 但是它那个温泉区跟酒店区不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打算先拍一下酒店 我就问了一下他们的前台人员 李明布的我说 可以拍一下你们酒店吗 他说可以可以 然后我就来了 就是我觉得这里的人是特别特别的热情的 包括昨天我在景区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有那个油脂伞 我说能不能酒拍一下 他说可以啊可以啊 你拿去拍吧 然后还告诉我说 你要在阳光下拍才比较好看 就是特别特别的热情 然后就特别好 我们这边人就是特别特别的热情 所以呢出来拍摄的第二点就是要脸皮厚 我怎么找不到路了 这就是当温泉之后练进出来的脸皮 这就是当温泉之后练进出来的脸皮 好 让我找到最佳拍摄视角了 你要去温泉吗 对 我要去温泉 叫你一位吗 最后一位 在那边买票对吧也是 对 是的 好的 好的 谢谢 我觉得温泉区我还是不要去拍 别人了 故意被小军拍到别人就不好了 我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下 我在这躺一会儿 我应该把相机拿过来拍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人 转了一圈 这里还确实蛮大的 有21个池子 但是我可能不太习惯泡这种 这种这种池子 所以我打算按早老 那我现在吃起了三角 就要打算给自己拍一个 好喝 但是我来看的 好喝 不喝 这个是包姜豆腐 是云南的一个特色 它特别特别的好吃 但是我烤的时候好像温度调的有点高了 所以它就有点硬了 它其实吃起来应该是里面很嫩的那种 我回家已经胖了快五斤了